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啊 那应该是四十二年前 当年我二十六岁 还是穿了帮子 没错 四十二年前二十六岁 我主演了我人生的第一部电视剧 《赤城黄女青兰子》 便获得了应该说是我们金营奖历史上第一批颁给演员们的奖项 也就是第一届中国电视金营奖 优秀演员奖 之后呢 我参演了大几十部的电视剧 每一部戏 我都把它视为是艺术人生的一场大考 我参演的大考 戏里面有一句台词 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 你努力了 没放弃 不管考成什么样 这都是你人生最好的一份答卷 用自己的真诚真心奉献给观众 以真诚真心塑造你喜欢扮演的角色 是我的艺术初心 终身不改 刚才宝国说他就不说年龄了 那我也不说了 反正是82年我开始拍电视剧 30岁 42年拍了112部 那么 有幸拿了五次金营奖 不过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有人问我 在你演的角色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说 下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影视表演确实是个遗憾的艺术 总希望下面有一个更好的角色 更好的发挥 但是这条路是很漫长的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义无止境 所以我说 演戏做人是一辈子的事 我想这是我们在场 各位同行共同的心愿 对吧 接下来要颁发的 是中国电视的最高荣誉 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 他既是 向奋斗了一生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 的褒奖和鼓励 相信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啊 终身的目标 这些前辈啊 这些前辈啊 几十年如一日 欺而不舍 硕过 硕国累累 下面 宣布 第三十二届 中国电视经营奖 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 获得者的两个短片 请看大屏幕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获得者 尤本昌 尤本昌 国家一级演员 如果说初心是一座山 那么他用毕生的演绎 向山追击 十一岁登台表演 到五十二岁出演人生第一个主角 十一岁登台表演员的尽功 七十九个配角的等待 四十余年的漫长坚守 让属于他的高光 虽持中道 他说 上一山 过一山 莫迪之年再出发 他是艺术的坚守者 与不想中听惊雷 一举一动 是演员的韧道 力道和橙色 一步一笑 是岁月的沉思 睿智和通透 他的演艺生涯跨越多个年代 见证中国戏剧和电视剧发展 人生旧时 热爱如初 在红尘百细的繁华锦绣中 笑看风云 尤本昌 过万重山 依旧 水连天壁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张绍岭 张绍岭 国家一级导演 他的艺术人生塑造了无数英雄 从1986年开始 先后拍摄《太阳从这里升起》 《杨家将》 《三国演义》 《水谷传》 直到2002年作品 《军中最后一个马包》 这是他导演的十代记忆 《大江东去》 《英雄闪耀》 中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音频里 仰望历史星河 30余年时光流转 他的经典之作 依然在碰撞和交融中 焕发勃勃生机 激发新时代观众 二度创作不断 感受传承千百年的精神力量 作品《闪耀》的背后 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热情和专注 是不论是非成败的创新开拓 是背着北风而行的不思艰苦 张绍林 一位与时代同步 不断挑战自我的平民艺术家 祝贺两位老师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两位老师上台 现在大家也都起立 向两位致敬 因为身体原因 今天由本昌老师 没有清零晚会领奖 由由本昌老师的儿子 游志超先生 为他带领荣誉 我们掌声给我们 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两位老师 致敬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开奖嘉宾 为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宣读颁奖词 下面我来宣读 给由本昌老师的颁奖词 由本昌先生 史于平凡 超越不凡 平路不错 笑看风云 以赤子之魂 燃热爱之梦 以智者之谋 寻艺术之光 以匠人之心 灼时光之美 冒蝶仍将 炳竹油 更是繁华 敬放时 特授与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 张绍林先生 将历史云烟 化作木木场景 用影评影像 欧歌 云云众生 是一滴水 你把自己融入了大海 是一棵树 你让自己披叶成林 出心如盘 攻登电视艺术卧土 一腔豪情 唤起英雄 驰骋纵横 他授予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 再一次感谢 唐国强 陈鲍国 两位老师 谢谢 大家请坐 谢谢 我们也再一次祝贺 我们终身成就奖的 两位电视艺术家 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李玉 来为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颁奖 有请李玉书记 也请颁奖嘉宾和获奖代表 何以留念 谢谢 谢谢颁奖嘉宾 谢谢 谢谢 谢谢李书记 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绍林老师发表感言 掌声给张老师 我很紧张啊 我这个领奖虽然领的多 但是也紧张 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啊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终身成就奖 就意味着给你一个定论了 但是我又很担心 因为我毕竟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几十年了 要如果因为这个奖就断定了 我就离开这个行业 我心里很难受 所以这次来呢 我心里总是想 是不是拿了这个奖 我就以后再也不会得 飞天奖金英奖了 于是我请这个给韩书记 严书记聊 我说严书记 我是不是这个奖和拿了以后 这个再得奖就受了影响 严书记告诉我 不受影响 只要你的作品优秀 只要你这个作品是精良的 一定参加这个各种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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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奖项都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个话呢 是我心里 我怕我真的很怕受刺激啊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我呢 我的性格呀 比较内向 我特别低调 大家都这也都了解我 我从来这个 不会在这个高调吧 所以我这次呢 就高调的说 我是飞天奖活得最多的导演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那个百度上说的 我是喝的最多的 另外这次拿了这个 这个终身成就奖呢 这是对我一生的最大的荣光 我此时此刻呢 我想起了和我合作几十年的伙伴们 因为他们的默默的付出 才有我现在 所以在此呢 我要感谢他们 这个终身成就奖 我以为这个是给我 这个人生的一个加油站 它让我 这个更激发我 这个对 最美好的这个创作 一种梦想 我是出自 我开到 我出道山西电视台 因为这个 当时我拍《杨家将》 那个条件的限制 一直指的还应该拍好《杨家将》 重拍《杨家将》 就是我一个梦想 我想有机会 我把它拍成电视剧 再次参加《杨家》 谢谢 谢谢 恭喜张少林导演 祝贺导演 祝贺 期待您的 他呢 他呢 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前来 所以呢 让我带他 让我带他在这领奖 他是非常 希望 希望希望 希望能够来到现场 亲历这个高光的 时刻的盛典 他想直接的 向中国文联 中国 嗜邪 表达他 表达他的感恩之情 向全国的观众 表达他的感恩之情 也向这个新的时代 表达他的感恩之情 他呢 他呢 现在还一直坚守在电视机前 想跟大家说几句话 让我们来一起分享 感谢中国文联 感谢周世贤 感谢金英姐啊 哎呀 真的很遗憾 因为 一直在身体缘故 不能前来领奖了 但是首先 我要感谢观众们 和评委们 对我所受到的角色 你们熟悉的机构 和大家最近 看到的 我在繁华电视机里 所扮演的 亚索 因为 我一直坚信 戏 和角色 没有大小之分 没有轻重之分 作为演员 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 哎呀 要全力以赴 物求完美 这才是我们作为演员 需要的本分 也就是我们的平常心 记得在干工作的时候 前辈告诉我们 干文艺有三个标准 第一 可以是 具有营养的牛奶 再不行 第二 就是白开水 可以解渴呀 但是 绝不能提供 有害的东西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对于这个 我真是记住了一辈子呀 如今我们在新时代了 我们 电视工作者 更要有责任感 使命感了呀 要坚持 把有营养的作品 传播给 亲爱的广大观众 亲爱的同行们 朋友们 我亲爱的娃娃们呐 我们大家一起 努力 向前